各位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邱沁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月28号星期六 先等你来关心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今天在228纪念仪式上 马克再次同台了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柯P两次拒绝了和马总统握手 那么在这次的时候 谈到228带给祖父跟爸爸的伤痛 柯P好几次哽咽落下男儿类 张光下午发生了警匪 追逐战警方开了12枪 其中还波及到了路人跟驾驶 加上远警总共有四个人受伤 但是这个歹徒竟然还在逃 好 再来看到是惊险镜头 小货车行进中一次爆胎失控打滑 差一秒就要撞上BNW了 那么这个BNW驾驶人 机警从旁边闪过去投过劫难 被网友大赞 这根本是神反应 好 首先来看到一个非常惊险的画面 这个地点是在台北市巴德路的一栋住商大楼 在今年下午2点多发生了 喜窗台车钢索突然断裂的意外 那么当时两名喜窗工人就这样子突然从四层楼高往下坠落 好家在他们身上紧紧绑着安全绳索 就这样子挂在半空中等待救援 其中一个人腰部受伤紧急送医 喜窗台车斜挂在大楼外墙 靠着紧慎的两条钢索支撑 在高空中摇摇晃晃看起来十分危险 不过在几分钟之前 两名喜窗工人才刚经历生死一瞬间 年约50岁的胡姓喜窗工就这样被安全绳索吊在半空中 消防队员赶紧派出云梯车前往救援 就看到他表情痛苦因为受到强烈撞击导致腰部受伤 连走路都有困难赶紧送医治疗 很大声结果一看就两个人掉在中间 掉了十几分钟 他有绳子绑的吗 绳子掉的 结果很难受 结果他们这边一个人都没办法 四五个人 马上就一一九大概没有多久来 就一直摸着头 没有办法的样子 附近早餐店老板娘回忆事发当时 巨大的声响让他吓了一跳 起床承包商表示 钢索都有定期检查 这位是两名工人 准备将台车往外推的时候 发生断裂意外 至于什么原因也不得而知 今年第一次进行洗窗工程 就发生意外 索性安全绳索采取五点式高规格配备 才能避免让洗窗工人重衰落地 也平安捡回一条命 记者李嘉明徐凯迪台北测榜报道 才刚刚过完年 这个连下也还没有结束 没想到在嘉义竟然传出 这是妈妈带着两个子女 亲生的家庭悲剧 这是台中市的一位林小姐 她是带着八岁的女儿 还有才三岁的儿子 昨天傍晚投诉嘉义的一间Motel 那么到今天中午 退房时间到了 迟迟都没有现身 旅馆人员前往现场 才赫然经见 三个人疑似亲生 两个小孩在警销抵达之前 已经死亡了 妈妈被送医急救 目前还没有脱离洗击 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到医院 因为躺在单架上的女子一动也不动 已经奄奄一息 那她是烧炭吗 还是吃药 目前目前是吃药 吃药 对 有个习惯 目前还在急救中 我们是还没有脱离险境 出事的地点 在嘉义民雄乡的汽车旅馆 32岁的灵性女子 带着8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 27号傍晚 开车来到这里投诉 过了中午还没退房 旅馆人员进门查看 发现三人躺在床上 疑似亲生 吓得立刻报警 十分钟内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但一双儿女已经明显死亡 女子目前昏迷指数3 情况并不乐观 而警方在旅馆房内 找到四封遗书 还有空药袋及烈酒瓶 可见女子早有准备 大概的内容 就是警察好好的生活 然后事业好好的做 现场留有酒类的空瓶子 你有吼吐物吗 是的 现场还有发生在垃圾桶旁边 有这个吼吐物 会遇见 对 警方查出 灵犀女子住在台中 齐齐豪宅区 一瓶要价60万 管理员说 她们看起来就像正常家庭 没什么异样 但到底是经济因素 还是感情纠葛 让女子狠心带着两个小孩 一同走上绝路 原因都还要再调查 目前警方已通知 女子的丈夫到嘉义协助处理 记者张俊龙 李鸿基 嘉义台中 财量报道 生命和其宝贵 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到现在 还是永难忘回历史的伤痛 我们带你来看到在今天特别的日子 228 柯P是第一次以市长的身份 带着柯爸柯妈 跟太太出席了228中枢纪念仪式 一家人先参访了228纪念馆 柯爸爸光看到馆外的悼念墙 就忍不住掉泪 那么柯P在支持的时候也哭了 两三次中断谈话 父子俩看着墙上柯士园 三个字眼泪双双溃提 空姐写下爱与和平追思祖父 第一次带着爸妈一起踏紧伤痛 在228这一天 228经历馆旁 把情绪一致宣现 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不愿意跟我 谈到父亲的事 他不希望上一代的痛苦 下一代继续承担 因此我是从照片中认识我的祖物 从历史认识他 从我父亲 每年在28纪念会的眼泪当中 认识我的祖父 曾远代表市长的初期 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 他说 我在28失去的父亲 我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 梁三度哽咽到无法说话 柯温哲知道父亲的内心 比他还痛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很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老师 但是他为了28失变 53岁就过世了 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我的父亲 为了这河边 往那就慢慢淡化 慢慢的淡化 不要再说 每次就一直要说这个事情 然后来跟那个空水 让他再老火 一直老火 当伤口再次被碰触 一家人陷入痛苦记忆 却也希望今天之后 这伤痛能放下 能让这伤痕 留在历史当中 记得高贝腾无疑 室爱三军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对客家来说 228真的是无法承受之痛 所以刚才看到柯P 他在致辞的时候 好几次是激动的不能自已 那么在这个数次落泪之后 台下的马总统看了 两度都想要跟柯P来致 想要跟柯P握手 但是柯P的态度是全面拒绝 困围两个月 马总统柯文哲再碰头 而地点就在228纪念会 再重逢 依旧让外界惊喜连连 马总统一进场 原本外界预期 不寒暄也会来个点头 心照不宣 但就怕是位置安排太遥远 两人眼神完全没交汇 更别提有互动 诶 剧情总得花时间酝酿 和江峰第二回才是高潮 就在柯文哲自此结束 走下台 这回距离不再是借口 直接马总统站起来 伸出手展现诚意 但柯文哲确实直接回回手 免了 免了 蓝友琴媚无意 总统只得尴尬 无力做回味 今天在座的柯市长 本身也是228的家属 柯市长三个字 首见总统228纪念会先元 先前不握手 总统不计较 台上无温情喊话 这下陈毅总该感动天 离去前 过个手 say goodbye 不过分吧 起只马脚还没接近 柯文哲已经做好准备 阿弥陀佛 免了 免了 柯马相会过招共三回 一幕幕镜头真实呈现 也再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他那个心鼻涕的直的 你说怎么恶手啊 不可以的啦 不礼貌 你不然是什么 跟他打在头上也不可以的 那就没底下啊 就手就拿着 就拍恶手啊 毕竟先前缘难这一幕 死亡之卧 对上回春之手 传说太经典 这回两掌相会 有机会 一浪二八纪念会 从过往焦点再抗议 这回全聚焦再守备 借伦斌言继语 台北报道 好 那么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则是在新北市 跟受难家属一起 对受难者哀悼致意 那不知道是不是 也受到了科批 累赏会场的影响 朱立伦在新北市强调 会共同来面对 过去这段历史 而另一方面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认为 政府必须再为二二八道歉 拿着花圈 90度鞠躬 向二二八受害者致意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情沉重 难道是因为看到 此一日同窗 累撒纪念会场 有感而发 我想二二八事件也好 或者是白色恐怖的所有事件 对所有台湾造成的影响跟伤害 希望这虽然是历史 但是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说要爱好同学一起面对 这可让看柯皮有默契的蔡英文 心里不是滋味 政府必须要对过去所造成的 胸海和促悟 对我们的修兰者 加上 度限 保障 我想这个每一年 在举办这样的活动 都是代表政府的最大的一个诚意 小英很采国民党死穴 但朱立伦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第三场的天灯向来是双北合作 邀请台北市柯市长跟台北市府团队 那现在也都安排好 用天灯拉拢当红柯皮 营造和谐气息 那要不要借着天灯和马总统破冰 那当然所有愿意来参与的好朋友 都欢迎大家来 就是不愿意主动邀请马总统 毕竟上回天灯节才被放鸽子 被说相怨的朱立伦 这回说什么 也不想和马总统获悉尼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一块来看看您觉得谁有道理呢 这一回是真话警分局接到秦资 说有人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里头 向蒋中正的头像贴标语抗议 那么警方很担心铜像会被损毁 派了十多位的远警道场戒备 结果跟一位大学生吵了起来 那么接下来警方通知铜像的管理员 也就是真话县政府的官员道场 没想到这位官员当场同意大学生 在不破坏的前提之下 是可以贴的 让在场远警都傻眼了 大伙就眼睁睁看着这个铜像 被贴上了抗议标语 形同被打脸 就读东海大学政治系四年级的连聚委 带着贴有威权杀人魔的纸板 想要贴在蒋中正的铜像上表达诉求 但今天是28纪念日 彰化警方出动十多人 立刻冲上前阻止 大学生自称参加过太阳花学运 当场质疑警方要以哪条法律制止他 警方通知铜像管理人 彰化县城官处官员到场 没想到官员当场同意大学生 在不破坏的前提下贴标语 他只要不要破坏到我们的 所有的任何东西 我们让他达到他表达他的诉求 然后他也答应不到十分钟内 他就会撤走 那就OK啦 县府城官处管理八卦山的管理人 王慧重说 这是个开放多元的社会 要接受不同的声音 同意让大学生贴十分钟 让在场远警十分傻眼 只能眼睁睁看铜像被贴上标语 青铜被打脸 记者林一峰 账号报道 历史的伤痛 228事件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蛮陌生的 不过没关系 但你来看到这个动画 是用短片很轻松诙谐的方式 诉说出台湾历史的228事件 那么当时呢 这个影片呢 是花了8分37秒 就呈现了来龙去脉 里面倒出了本省跟外省之间 严重的对立跟误解 YouTube上已经有10万人点阅了 那你知道228事件是一个什么事件 就好像有人保护台湾 然后被政府杀掉吧 228事件哦 就是他们讲那个 什么白色恐怖是一样的意思吧 是对 好像有点类似 就是好像以前 呃 政府机关的那些 对 不管是七年级末段班 还是八年级生 对于228事件几乎都不太了解 现在在228级年日这天 网络上最有一段影片疯传 真的228事件 对于这天厉害一点的人 可能知道跟几包相应 和几个成衣有关 不过大部分的年轻朋友 大概只知道228可以放假一几天 如果是星期五还可以连放三天 轻松辉谐的口语 微微道出当年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某个茶器人员因为误打了腿麻 来不起离开了私盐小饭 开枪示威又不小心打到 只是跟着乡民进来看热闹的乡民 用动画片来演绎彩色的片段 还有可爱的人物来呈现 当年看来有点严肃 本省跟外省的对立事件 原本单纯的台北戏烟抗议活动 演变成全台各地的反抗事件 以毆打外省人的现象频传 发现穿中山装旗袍的 毆打发现不会说台语日语的 毆打发现在汽车上的外省人 拖下来毆打 不晓得年轻民就一看还想被看下去 以前的可能是一些画面 比较黑白 然后可能剪辑出来的 一个当时的故事 这比较好笑 就让人会比较印象深刻 几乎说228到底是为了 为什么才会发生的 这影片上传后 吸引超过7000人按赞 YouTube的点阅率还超过了10万 不少青年级民众更说 我的历史课本从来没有写过228 就算有写 真的也是很小一段 看到这影片终于了解到228的真相 以前的历史课本 对于228资助只是带过而已 但是也有人不认同这影片的论调 不过这富有现代感的228影片 可是对年轻的族群们 对于以往的历史上了好大一颗 记者台北总部导 好 我们今年228也希望台湾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一个遗憾悲剧了 另外来看到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吧 台中这位民众他开车开到一半 在台湾大到九段的时候 竟然天外飞来了一片天花板 差一点点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的天啊 有没有看错 开车开到一半突然砸来一片天花板 让驾驶下坏了 方向盘也跟着偏移 索性没发生车祸 一大片的天花板幸好是掉在地上 而不是砸在轿车的前挡风玻璃 驾驶自嘲 否则这下就有趣了 回到天花板掉落地点附近民众指出 可能是因为有屋主正在进行屋顶的装修工程 现场放置告示牌强调施工中也拉起封锁线 是人为疏忽 还是因为风太大吹落天花板 没人知道 出民众也只能小心自我安全 是吹南风的话 把楼上的那些老旧的石棉瓦 会吹到后面图书馆的空地停车场那边 所以图书馆认为危险才来跟他们屋主商量沟通 屋主才拆的啦 直接丢出来啊 我们是在旁边过去 我不是不敢下方看 我觉得很危险 不幸中的大幸市掉落的天花板是掉在地上 没有砸到车子挡风剥离 不过台中无期区向来风速强劲 民众还是得多留意行车安全 记者杨恩吉游彦慈 台中报道 好 这个非常惊险的画面呢 这是宛如电影情节般的警匪追逐站 这一回是在彰化真实上演了 我们等你来看到 先是台中市警方巡逻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这一部脏车 那么嫌犯拒捕 于是警方就一路沿着省道追 那么过程里头 嫌犯先擦撞到了货车 再撞到了工厂的警卫室 园警对空名四枪 嫌犯还是继续逃 一路就追到了彰化园林的市区 警方先是撞上了旁边的百万进口车 还波及到了民众 整个追逐过程里头 园警总共开了十二枪 那么包括园警跟民众在内 四个人受伤送医 而嫌犯汽车还在逃 监视器拍下大货车正准备左转 而后方的白色轿车吵车不成 直接撞上车头全毁 这时跑出远景持枪指着轿车 驾驶却倒车逃逸 远景对空名四枪 嫌犯却还是跑了 吓坏附近居民 到车被撞到车轮都掉了下来 轿车则是车头和车尾全都凹陷 还是照样加速逃逸开上审道 这样还能这样开 是启笑 嫌犯担心被警方抓到 又切换到内侧车道 吓坏后方车辆 警察在追他啦 好像拍电影啦 原来这是台中市警方巡逻时 意外发现张车 没想到嫌犯拒捕逃逸 最后转往彰化的园林市区 先是撞到超伤 造成超伤玻璃破碎 一直东倒西歪 而警匪追逐期间 还波及三位民众以及一名远警 遭到撞伤送往医院治疗 警匪追逐过程中 警方开了12枪 但嫌犯就像不要命事的一路逃亡 最后弃车逃逸 目前警方已找到脏车 但嫌犯依然在逃 记者胡杰伦 林一峰有言辞 台中彰化报道 说到车来调这台车 也非常的厉害 最近网路上疯传这么一段影片 这是一台双逼轿车 它差一秒钟 就会撞上失控打滑的小货车 那么关键的瞬间 就在于这一位宝马的驾驶员 他是很淡定的切换车道 才闪过了这一场灾难 影片泼上网之后 网友瞬赞 这个驾驶根本是神反应 行车记录器拍下画面左方 一辆黑色B&W急驶而过 但前方的蓝色小货车 因为碾过掉落的布曼 失控打滑 眼看差点就要撞上 但就在这个瞬间 黑色轿车一个简单的切换车道 闪过一场灾难 有网友直呼真的太神奇 称驾驶根本就是神反应 但也有网友认为 是高档车上的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发挥作用 人为控制再加上系统及时发挥作用 因为最主要是车子 它有装那种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它就会去控制刹车 也会去控制油门 专业的汽车业者认为 车辆的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确实帮上大忙 但人为的操作技术 其实更为重要 它这个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就是我们驾驶者 看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一定会方向盘 往比较安全的方向去做切换 那因为你突然的这样切换 那方向盘的里面 它也有装一个角度感知器 它侦测到角度突然的 很大的做变化的时候 当然也会启动 这个车身动态 稳定控制系统 去做那个后续的动作 再看看不少交通事故 昂贵的进口车辆 像是奥迪 蓝宝杰尼等 其实多半都有这样的装置 但依旧无法逃过撞坏的命运 只能说稳定系统 加上驾驶技术的巧妙搭配 成功避开撞车的瞬间 也让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 转眼轻松闪过 记者顾元松 周静瑜台北报道 好来看到鸡排妹 要换人做了吗 这个艺人郑嘉纯 当时就是靠着暴乳 教大家炸鸡排而爆红 被网友封为鸡排妹 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退手 就是有网友在花莲买鸡排的时候 发现这位女店员 气质很清新 发了热烈讨论 那么大家还说 她是不由的鸡排妹 来PK一帆呢 开始我想说 IG什么 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四十几个人追踪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戴点淡妆还戴了牙套 笑起来勉腆可爱 她这是被网友封为 清新版的花莲鸡排妹 白皙皮肤大大眼睛 就读大学四年级的她 寒假待在家里的鸡排店帮忙 没想到有网友 偷偷拍下照片 PO上网意外爆红 爸妈更是骄傲到不行 谈言有女儿在 声音真的好很多 网友们更是赞叹 还记得三年前 鸡排妹郑家纯 就是靠暴露炸鸡排影片 从此爆红 被封为鸡排妹 如今花莲鸡排妹 也被网友漏搜出来 纷纷把她跟鸡排妹 郑家纯比一比 网友认为花莲鸡排妹 多了点小星星 我觉得我很普通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比 被说漂亮 态度谦虚 没想过要定演艺圈的她 小说先把学业顾好 一切再说了 记得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又来看社会焦点 这是在台南市 今天清晨发生了一起 惊险车祸 这台计程车 失控撞上了机车 女性是当场被弹飞 但是她的机车却是被卡在 这个计程车前方的保险杆下方 被不断的拖行 那么擦出的火花 引燃泄露的油渍 造成整台机车瞬间起火 短短两分钟 机车被烧到 只剩骨感 行车介入器拍到 计程车停在路中间 前方不断冒出阵阵黑烟 远景立刻指示 消防车往前开 这才发现 原来有一台机车 成了一团大火球 这猛烈烂烧中 消防队抵达现场 在短短两分钟内就扑灭火势 但机车已经烧成骨架 成了废铁 仅销出部研判 可能撞击时 造成机车油箱破损 拖行产生的火花 引燃火势 不过幸好女骑士 当下人被弹飞 只有脸颊和嘴唇 有撕裂伤 而机车车则是 引擎盖凹陷 和左前保险盖损毁 司机毫发无伤 这起意外发生 在星辰六点多 继承车和机车 行进台南市 永康区的中正北路 两方都没有酒驾 到底意外怎么发生的 造势责任归属 都还有待理清调查 记者杨华谈在相报报道 再来看到这个犯罪行为的画面 让远景看了是 又好气又好笑 这一名潜入烧烤店 偷窃的嫌犯 他走的是这个 复古人者规的路线 用毛巾横绑在自己的脸上 那么一个小时 是摸黑这个东翻西翻的 才发现原来有监视器 异想天开的行为 最后当然落网了 男子潜入烧烤店 担心被发现还不敢开灯 用打火机点亮周遭 看见收银机连接电脑萤幕 还有键盘 男子所信拿菜刀砍断电线 直接将收银机搬走 担心要冒被认出 男子早有准备 行窃时脸上横绑毛巾 模仿日本卡通小偷的打扮 但反而更显眼 行窃过程中 发现监视器就在头顶上 就才用手把镜头挪开 避免监视器拍出他的长相 他竟然将毛巾 横往在脸上 那像极了卡通里面的小偷造型 48岁的黄姓男子 与高龄的母亲同住 缺钱花来到刷烤店假扮客人 趁机溜上二楼 等店家打烊之后才下楼行窃 怕脚步伸浪一楼的棋鱼 那他索性将鞋子提在手上 用走的 用刺脚走路 黄姓男子犯案时 装扮模仿早期卡通人物的造型 但说是忍者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让警方印象深刻 远景巡线抓到人 他得手九万的赃款 花了快一半 事后感到后悔 但行窃还花招百出 真是让人好气又好笑 记者杨忠明高速报道 我们来看这个猪马关系降到冰点 现在是借着拜拜来表心机吗 昨天大家都看到这个马总统 来到举南宫参拜 还跟信众玩游戏 提到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引发了很多讨论 那么朱立伦 今天一大早来到新北市 参拜观音庙 也给大家很多联想了 因为吕洞宾他曾经追求过观音 却被观音拒绝了 两个是不是连拜拜 都有弦外之意呢 朱立伦到观音庙参拜 获得庙方大大礼遇 还祝他更上一层楼 让他好开心 朱立伦也在对马总统释出善意 邀请他下次天灯同台 另外还要找来台北市长柯文哲 我们第三场的天灯 向来是双北合作 那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惯例 邀请台北市 柯市长跟台北市府团队 那现在也都安排好 那当然所有愿意来参与的好朋友 都欢迎大家来 想要更上层楼 朱立伦可不能少了马英九的帮忙 但他也知道党内反马 声浪高涨 却无以压制党内的匹马势力 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政党 永远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不同的意见表达都可以 但是彼此相互尊重 那我觉得新的年 新年期间嘛 大家都一再强调 和气和气 在今年是阳年 大家和气团结 台湾一定能够好好发展 鱼蛋玄机加上他参拜的观音庙 却刚好在民间传说中 观音曾经拒绝旅动兵的追求 是不是借着故事表达心情 高层之间的斗争 一切都还在悄悄展开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因为珠玛的关系 我们再为大家来复习一下 民俗传说 话说这个有点刚愎自用的旅动兵 曾经追求过观音 那么观音不理他 反而逃到台湾来 还用这个法律来阻止 这个旅动兵接近他 那么以至于现在只能在指南宫上 摇摇的来看观音了 这似乎也象征 马朱现在蛮尴尬的关系 朱立伦诚心到观音庙里 拜拜祈福 时间点很敏感 因为马总统的旅动兵说 刚刚发生 说到旅动兵 下一句了 不是 谢谢下一句 马总统狗咬旅动兵一说 是否暗指自己就是旅动兵 引发热烈讨论 只是没想到还有这一段 有一天旅动兵很爱慕 这个美丽漂亮的断绣的 这个观音士音菩萨 然后他追究他 可是弄到观音士音菩萨很烦 他就跑到台湾 他知道他躲在这个观音山 于是他就在天空上 就铺向这个观音山 观音士音菩萨发现 不对啊 一旦又来了 所以他就用法律 画了一个 先用佛城画了一个沟 结果就成为淡水河 就这么刚好 马总统拜旅动兵 朱立伦拜观音庙 而观音不甩旅动兵 让人联想是否真有悬外之音 谢谢 主席有没有听错 叫宇动兵 谢谢 小心 有意无意 朱立伦不愿回应 只说自己每年都会败 两人关系紧张 又刚好碰上这等巧合 宇动兵大战观音菩萨 还真不知在言哪一出 记者综号报道 好 这又是哪一出呢 民俗专家廖大义 看到今年这个阳年的 吉阳纳百福的主灯 就批评说这个造型是似不像 象征国运会天翻地覆 还说政治会动荡不安 股市会走下坡 要大家注意 防灾跟防疫有这么恐怖吗 我们来看看他过去的预言 去年他说 这个灯会的主灯 好像是惊吓马 国运会多喘 这好像有点准 但是包括龙年蛇年的预言 都失灵了 其他的民宿专家也说 灯会讲求就是热闹好玩 大家听听就可以了 廖大义到台中灯会 屋日主灯区 仔细端详阳领主灯 他说主灯造型四脚无体 好像人缺手断脚 国阵可能停滞不前 另外羊脚应该神采飞扬向外翻 主灯却是羊脚内弯倒插羊头 代表外交无法神采飞扬 主政者要注意 主政者的头 要插到他的头 所以我们的头头已经 没在烧了 就是羊尾巴 他盖屁股盖不住 就是比他的能力已经无法回天 廖大义还指出羊头和眼睛都是斜的 代表人心险恶各怀鬼胎 为君子明正暗斗 官场风气败坏 羊身曲线往下是风雨不断 预言五月以后股市颇动大 我简称是卡因的羊 所以我称卡因的台湾 人人要注意 尤其各行各业要特别小心印证 但其他的民俗专家提出反驳 认为邓会讲求热闹好玩 没有禁忌 廖大义说的无科学验证 听听就好 那直的脊椎动物就是人 人直站立的为羊 那动物呢 横行的脊椎横行的为阴 所以呢 动物本来就属阴啦 所以他本来就属阴的话 本为阴呢 没有在卡阴之说啦 所以只有人会卡阴 动物不会卡到阴 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顾虑 廖大义去年预言马年灯会主灯 有如今下马 国运多船 似乎有点准 但他的预言失灵过很多次 龙年预测天灾水灾难党 但当年雨量少 蛇年预测天灾多 结果无大天灾 所以民众别惊慌 一切当参考就好 别放心伤 记者胡杰伦 张志源台中报导 来看这个早餐是有多好吃啊 竟然得半夜起床排队呢 这是台南海岸路上的一家牛肉汤店 老板明明五点钟才开门 但是凌晨三点钟 外面就出现排队人龙了 后上假日 人龙甚至会绵延几百公尺 因为生意实在是太好了 如果您八点才想来吃早餐 抱歉 卖完了 一大早天才刚亮 台南海岸路上出现排队人潮 人龙绵延六十公尺长 到底在排什么跟着人龙 一探究竟 哈喽 不好意思 几位吗 几位而已吗 刚切好的温体牛肉 淋上一大尺滚烫的大骨汤 最后简单调味一下 香喷喷的牛肉汤就能上桌 但可别小看这一碗简单的牛肉清汤 想来上一口可没那么简单 新竹来了 排多久 三个小时 几点就来排了 四点 四点 你没听错这群新竹来的朋友 凌晨就来排队 天都还没亮 等到五点门一开 店内瞬间急爆 而先前还有网友也来凑热闹 大半夜的排牛肉汤的人 绵延百公尺 转个弯还是人 排多久啊 大概四个三四个左右 五点整就来 现在排两个多小时 排不到一半 三两四十 还要倒一锅 同样在台南知名的咸州 新鲜 虱目鱼 还有高汤 因为用料实在 每天清晨五六点 店内全都做满熟客 想吃热乎乎的美食 没有起大早还真的不行 好味道除了当地人喜爱 游客也都说赞 所以才会出现 天天大排长龙的盛况 而像是牛肉汤 还不是排队就能吃得到 而是一定要起大早 因为俗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晚到的人可是没肉吃 记者杨文华台南报道 连续假期最伤脑筋的 就是到哪玩都是人挤人 不然就大塞车怎么办 可以考虑一下高雄的新玩法 大家是包游艇出海咯 差不多三万块就可以约 三五好朋友上船 船上你可以海钓 可以享受美食 还有很刺激的水上游乐设施呢 骑车水上摩托车 享受奔驰在海面上的快感 不过这里可不是墾丁 看仔细了是高雄港 而且还能够搭游艇 在海上钓鱼 游艇驶离岸边 鱼立刻上钩 搭游艇钓鱼真是惬意活跳跳的鱼 也有厨师接手料理 连续假日不用塞车人挤人 上游艇有一望无际的海洋 船上还有精美点心和香槟 来高雄最新最夯的玩法就是搭游艇 北到台南安平南到小琉球 一日畅游乐趣多 小琉球是我们目前其实最推荐的部分 是因为你去那边你其实可以看到绿席轨 那我们还有这些专业的潜水教练去带着美机潜水 海洋局结合游艇业者开发海上生活圈 但门槛可不低 得缴60万元的会费成为俱乐部的会员 一小时4000至3万元就能包船出海 不但有美食还能海钓 再挑战雪上游乐设施 连续假日往海边来探索 当个海上旅人也不错 记者旅中人高雄报导 而想看精神武术 也不一定到台东人挤人 我们等您来看 这是宜兰圆山乡崩山湖的山区 这里有个3.5公里的登松步道 沿途樱花盛开云雾缭绕 整个山头美得像是一幅画 山顶还有棵老张树 在这里住立70年了 请教它宜兰金城武术吧 山路走上来 沿路樱花盛开 这也是宜兰圆山乡崩山湖山区 不到路口没人带绝对进不来 沿路华海云冰 不管是战犯在路边 或是落在路间的花瓣 都让人仿佛置身在桃花园 也是当地人口中的绝美秘境 非常漂亮 宛如仙境 神府的时代它开辟的 所以它就有规划去 已经种了山医 海拔500公尺 长达3.5公里的樱花步道 每个转弯处景色都不同 其中这里是回音谷 再到一个湾看到的则是整排的粉红山音 被云墨所环绕 在步道上就好像在仙境中 这个空气清新 然后很适合大家出来走村 而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这棵高有15公尺的百年独立章 它就是居民口中的金城武树 独立胜仗70年树状特殊 四周都是迎风面 从这里看下去 山下田园景色一览无遗 山林环抱云雾环绕 这里实在太美了 相当说这样的私密景点 不能只有自己能看 要趁着228假期 要让人知道这园林登松步道 有多美 记得终合报道 赶快来看看您到底觉得 这个洋装是什么颜色 现在全世界的各个讨论区 都为这件洋装疯狂了 当你以为它应该只是一件 平平无奇的蓝黑色洋装的时候 却有很多人硬说它是白金色 大家就这么各执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 一路从美洲吵到了亚洲 这件洋装是什么颜色 一件洋装竟然会有两派看法 网络民调显示 有72%支持白金色 约28%支持蓝黑色 网络战火不可开交 就连名人加入讨论 美国歌手泰勒斯 一口咬定 洋装是蓝黑色 这场网络大战 始于国外网友 在社交网络上贴出这件 售价80美金 2400元台币洋装照片 意外让无数人陷入颜色争论战 洋装的主人证实 正确解答是蓝黑色 甚至有人前一秒看的时候 是蓝黑色 下一秒就变了 原来自然观会随时间变色 而人类脑袋已经进化到 可以自行调节这些色差 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两派说法 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呢 国人性晚编译 好 看到这个网络留言 也太可怕了吧 日本电视台这位25岁的 美女主播加藤多佳子 她因为腿长人美 很受到宅男的欢迎 但是没有想到最近收到了 好多封的网络恐吓留言 竟然威胁她说 不可以在荧光幕前穿短裙 否则要杀了她 日本电视台美女主播加藤多佳子 遭到恐吓陷入杀机 理由竟然是因为 在主播台上裙子穿太短了 自拍中笑容甜美 加藤是日本电视台 早晨综合新闻节目的主持之一 专报娱乐新闻 然而该节目 美美主播一字拍开 站在最右边的加藤 裙子与其他人长度一般 并没有特别抢眼 然而36岁 从事送货员工作的嫌犯 自拍中表示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2014年总共在节目官网上 留下了共六笔 威胁加藤主播的言论 遭警方寻现逮捕 然而现在美女主播 几乎人人都是穿迷你群上电视 为何专找加藤一人 还是令人难以理解 国际中心省一山便衣 好 再来看到这对不寻常的情侣 其实他们是一对毒鸳鸯 在情人节的时候 相约买毒药庆祝 那么男朋友是通气犯的身份 所以半路就被警方逮捕了 当时在旁边的这一位女朋友 竟然还面无表情 一直在玩平板电脑 让警方起疑 那么之后 果真在她身上也找到了安非他命 接下来这个女子开始大哭大闹 男子戴上手铐被远警戴上车 他就是因为食用毒品被通气在案的嫌犯 警方担心车上还藏有毒品 打算进一步搜索 副驾驶座的女子说什么也不下车 硬是炉了好久 才好不容易被请了下来 不过警方却在她身上 找到了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坐在地上不断哭泣 声音之大连远警也受不了 一哭就是二十分钟 一哭二闹还不打紧 要上警车也是一拖再拖 直到男友伸手去安抚他 才肯乖乖配合 这名女性犯嫌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时间非常的久 但是在过程都是干枯 没有眼泪 最后还是她的男性友人 劝她上车 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最后她才乖乖就范 捷言节当天 这对毒鸳鸯打算 外出去买毒品庆祝 却因为车籍资料 被警方察觉有意 进而搜出毒品 原本幻想浪漫的两人行人节 却变成哭天喊地 卢到底的一场闹剧 记者李嘉明徐凯迪 台北财保报道 各位各位晚安 欢迎继续走定我们 1.1900晚间新闻的现场 我是邱请仪 我们首先带你来看 今天是228纪念日 那么身为228受难者家属的柯P 今天是第一次以市长的身份 带着柯爸 柯妈跟太太陈佩琪 出席了228中书纪念仪式 一家人先参访了228纪念馆 柯爸爸光是看着广外的悼念墙 就忍不住掉泪了 那么柯P在致辞的时候 也落下了男儿泪 好几次激动不能自已 中断了昙花 父子俩看着墙上柯士园 三个字眼泪双双溃提 空哲写下爱与和平追思祖父 第一次带着爸妈一起踏进伤痛 在228这一天 228禁令馆旁 把情绪一次宣陷 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不愿意跟我谈到父亲的事 他不希望上一代的痛苦 下一代继续承担 因此我是从照片中认识我的祖父 从历史认知他 从我父亲 每年在28纪念会的眼泪当中认识我的祖父 三元代表市长的朱祁 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 他说 我在28失去的父亲 我不要以后再失去的儿子 梁三度哽咽到无法说话 柯文哲知道父亲的内心比他还痛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很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但是他为了28失变 我三岁就过世了 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我的父亲 为了这个河边 我怎么就慢慢淡化了 慢慢的淡化 当伤口再次被碰触 一家人陷入痛苦记忆 却也希望今天之后这伤痛能放下 能让这伤痕留在历史当中 既有高贝腾无疑说 在三军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而另外角度来看 马总统跟柯P是继元旦升旗过后 今天两个人再一次在28活动同台了 但是柯P似乎还是不愿意跟马总统有太多的接触 看到柯P落泪 马总统两次主动想要跟柯P握手致意 但柯P通通巧妙闪过 有网友认为这么做是不是太失礼了 那么有网友认为明明就是高招吧 回为两个月 马总统柯文哲再碰头 而地点就在28纪念会 再重逢 依旧让外界惊喜连连 马总统一进场 原本外界预期 不寒暄也会来个点头 心照不宣 但就怕是位置安排太遥远 两人眼神完全没交汇 更别提有互动 哎 剧情总得花时间酝酿 和江峰第二回才是高潮 就在柯文哲自迟结束走下台 这回距离不再是借口 直接马总统站起来伸出手展现诚意 但柯文哲确实直接回回首 免了 免了 蓝友琴媚无意 总统只得尴尬 无力做回味 今天在座的柯市长 本身也是228的家属 柯市长三个字 首见总统228纪念会宣言 先前不握手 总统不计较 台上无闻情喊话 这下陈毅总该感动天 离去前 过个手 say goodbye 不过分吧 起之马脚还没接近 柯文哲已经做好准备 阿弥陀佛 免了 免了 柯马相会过招共三回 一目目镜头真实呈现 也再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他那个心鼻涕的直的 你说怎么恶手啊 不可以的啦 不礼貌 你不然是什么 跟戴在头上也不可以的 那就没底下啊 就手就拿着 就拍恶手啊 毕竟先前缘难之一幕 死亡之卧 对上回春之手 传说太经典 这回两掌相会 有机会 一浪二八纪念会 从过往焦点再抗议 这回全聚焦再守备 接铭闭言继语 KP报道 好 柯P今天 这个应该说每一天都是焦点 今天又被这个层层的包围了 主要是有这个 陈勤抗议的民众 想找柯P帮忙 但是他递完成情书之后 还是不愿意离开 除了这个随护为安 忙着隔开之外 旁边还有这个 很多的新闻摄影记者 大家都很想多多捕捉 柯P的画面 人数竟然比维安还多 而且刚好还成了 一圈又一圈的人强 看到马总统离开会场 陈勤抗议民众激动嘶吼 维安警力团团包围 抗议此起彼落 但都距离 马总统好远 民众蠢蠢欲动 为安派专人挡在前面 抗议人群 接近不了马总统 转向靠近柯市长 抗议者拿白布调 趁柯温哲离开时 靠近队伍 虽然跟柯市长距离 比马总统靠近 但还是有层层包围 仔细来看 柯温哲身边有幕僚引导 还有贴身随护 以及辖区远警 再外围一点 媒体记者采访工作刚好 在柯温哲身边 形成好几圈人墙 抗议的声浪 只听得见声音 不见忍意 为了多捕捉柯温哲画面 摄影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了维安警力 在完成工作之余 无形间也帮柯温哲 挡下不少突发状况 继续高培腾无议宣 SG小组台饼 采访不得 好来看看这又是什么状况 竟然会让这个医师 请精神科的名医 自己去看精神科呢 今天引发正义的 这位精神科名医李光辉 他为了要求胃腹部 放宽疗法的管制 昨天竟然自己公开 施打血癌细胞株 到他的体内 这会是有致癌风险的 为的是要证明他长期 注射自体免疫细胞 是可以防癌的 这个举动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卫福部说 李光辉已经涉嫌 违反医疗广告法 最终可以废治医疗证术 知名精神科医师李光辉 一再为自己澄清 就是因为他前一天 公开施打巴一多颗血癌细胞株 K562 宣传这两年 他到广州施打所谓自体免疫细胞 号称可以体内保养 被食药署认为有医疗广告嫌疑 我从我两年 两年前 2013打完之后 我每年没有发烧过 就算日本政府 他会拼经济 他愿意开放 一起就可以马上去上市 去加贿人民健康 拼日本的医疗经济 那台湾应该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一个仿效 说要台湾比照日本的做法 修改药事法 放宽细胞疗法的相关限制 还出示身体检验报告 自己目前的红白血球 都在正常范围 李医师强调就是因为 施打了免疫细胞的关系 自己的抵抗力也比别人高 而肿头科医师 对于他的做法 非常不以为然 虽然医师自己 施打细胞株 做实验本身没有违法 不过公然召开记者会 恐怕已经违反医疗法 有医疗广告嫌疑 可罚5到25万元 同样也可能违反医师法 最终可以废止医师证书 而引发争议后 28号李光辉在脸书 破文自己让医院困扰 即日起请辞 培林关系医院院长一职 停止一切在医院的医疗服务 到底是真的为台湾人民健康着想 或是背后有任何利益考量 李医师自己心里最清楚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李光辉常常出现在 台湾性的电视节目 是大家相当眼熟的精神科医师 那么其实他过去的言论 就常常引发争议 医界有人封他是怪咖 但是这一回太怪了 他竟然以身试癌 到底所谓何来呢 很多医师都说实在想不透 因为目前各个国家 并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 免疫疗法有显著的研究进展 国内也是还在最初阶的人体试验阶段而已 以故医人高林峰 他罹患血癌的时候 也曾经到中国接受所谓的免疫疗法 高林峰当时砸下500万 最后还是不幸此事 我们去关怀辅导 现在还有我们还有高关怀的个案 上过各种节目 从犯罪心理到两性关系 什么都能聊 精神科医师李光辉 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不过他27号公开施打癌细胞 宣导免疫细胞疗法的举动 让大家吓了一跳 以身自主当然是 因为台湾民众对于免疫细胞搞不清楚 因为这个还没合法化 在台湾法律还跟不上世界潮流 李光辉52岁是知名精神科医师 自己开了家光辉生命医学细胞出身银行 现在有一百多位客户 他的大学同学说他是个怪咖 有时候会热情过头 前两年都靠外观互相特点的吸引 过了两年之后才需要恋爱的技巧 李光辉还曾经建议 性侵累犯应该要化学去世 是出了名的女性捍卫者 而这次大力宣导免疫细胞疗法 真的那么神吗 白血球高了一点 血红素低了一点 血小板低了一点 其实已故艺人高临峰 就曾经花了五百万元 到中国接受免疫细胞疗法 对抗血癌 最后依旧不敌病魔磁士 目前疗效全球都还在研究 李医师大动作宣传的方式 让人匪夷所思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观众们新闻 你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又出现捷运车厢 竟然有人亮刀 这是发生在今天下午的五点多 一名43岁的严姓男子 当时他是在车厢里头 突然把水果刀拿出来 吓坏了旁边的乘客 那么车长接到通报之后 到现场查看 这名男子又立刻把刀收起来 说他只是想要切水果 当然已经立刻被 这个捷运警察队带回征讯了 述不了解这名男子呢 疑似是因为酒醉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脱续行动 这是目前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 另外来看的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险的画面 宛如这个电影情节般的 警匪追逐站 没想到今天是在彰化真实上演 这是台中市警方巡逻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台脏车 那么嫌犯拒捕 于是警方就一路沿着省道追 那么过程当中 嫌犯是撞到了货车 再撞到了工厂警卫室 远警一度是对空鸣四枪 嫌犯还是加速逃逸 那么一路追到了彰化园林的市区 警方撞上了旁边的百万进口车 甚至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 在整个追逐过程里头 远警总共开了十二枪 最后包括远警跟民众在内 四个人受伤送医 这个嫌犯已经弃车继续逃逸 监视器拍下大货车正准备走转 而后方的白色轿车朝车不成 直接撞上车头全毁 这时跑出远警持枪指着轿车 驾驶却倒车逃逸 远警对空鸣四枪 嫌犯却还是跑了 吓坏附近居民 倒车被撞到车轮都掉了下来 轿车则是车头和车尾全都凹陷 还是照样加速逃逸 开上省道 嫌犯担心被警方抓到 又切换到内侧车道 吓坏后方车辆 原来这是台湾市警方巡逻时意外发现脏车 没想到嫌犯拒捕逃逸 最后转往彰化的园林市区 先是撞到超伤造成超伤玻璃破碎 一直东倒西歪 而警匪追逐期间还颇及三位民众 以及一名远警遭到撞伤送往医院治疗 警匪追逐过程中警方开了12枪 但嫌犯就像不要命似的一路逃亡 最后弃车逃逸 目前警方已找到脏车 但嫌犯依然在逃 记者胡杰伦 林一峰有言辞 台中彰化报道 好 蒋老师看到这部车实在非常厉害 这个画面在网路上疯传 这是一台双低轿车 它差一点点就要撞上失控打滑的小货车 没有想到在这个非常惊险 关键的一瞬间 驾驶人竟然有够淡定的切换车道 不急不许闪过一场灾难 被网友顺赞 真的是神反应啊 行车记录器拍下画面左方 一辆黑色B&W急驶而过 但前方的蓝色小货车 因为碾过掉落的布曼 失控打滑 眼看差点就要撞上 但就在这个瞬间 黑色轿车一个简单的切换车道 闪过一场灾难 有网友直呼真的太神奇 称驾驶根本就是神反应 但也有网友认为 是高档车上的动态稳定控制系统发挥作用 人为控制再加上系统及时发挥作用 因为最主要是车子 它有装那种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它就会去控制刹车 有去控制了油门 专业的汽车业者认为 车辆的动态稳定控制系统确实帮上大忙 但人为的操作技术其实更为重要 它这个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就是我们驾驶者 只要看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一定会方向盘往比较安全的方向去做切换 那因为你突然的这样切换 那方向盘的里面 它也有装一个角度感知器 它侦测到角度突然的很大的做变化的时候 当然也会启动这个车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去做那个后续的动作 再看看不少交通事故 昂贵的进口车辆 像是奥迪 兰宝坚尼等 其实多半都有这样的装置 但依旧无法逃过撞坏的命运 只能说稳定系统加上驾驶技术的巧妙搭配 成功避开撞车的瞬间 也让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转眼轻松闪过 记者顾远松周静瑜台北报道 这个也是差一点点非常惊险的画面 没有想到竟然有如此的飞来横货 这位民众他开车经过台湾大道九段的时候 竟然突然货从天降砸下了一片天花板 驾驶人吓坏了 他说好险没有砸到车窗 否则后果不开设想 我的天啊 有没有看错 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砸来一片天花板 让驾驶吓坏了 方向盘也跟着偏移 索性没发生车祸 一大片的天花板 幸好是掉在地上 而不是砸在轿车的前挡风玻璃 驾驶自嘲 否则这下就有趣了 回到天花板掉落地点 附近民众指出 可能是因为有屋主正在进行屋顶的装修工程 现场放置告示牌 强调施工中也拉起封锁线 是人为疏忽 还是因为风太大 吹落天花板 没人知道 除民众也只能小心自我安全 是吹南风的话 把楼上的那些老旧的石棉瓦 会吹到后面图书馆的空地停车场那边 所以图书馆认为危险 才来跟他们屋主商量沟通 屋主才拆的啦 就丢出来啊 我是在旁边过去 我不是不敢下方看 我觉得很危险 不幸中的大新市 掉落的天花板是掉在地上 没有砸到车子挡风剥离 不过台中无期区 向来风速强劲 民众还是得多留意行车安全 记者杨阳吉游彦慈 台中报导 好 这民众真的要当心了 是不是满街地雷都在跑呢 台中的快捷巴士BRT 去年7月份才上路 现在被市议员踢爆 32台的BRT巴士 平均每一天竟然有19台 会出现故障 算起来上路不到八个月 没有一台BRT的车辆 是没有报过这个故障记录的 那么更惊人的是 一般民间公司的做法 会先是跑一个月 再办理验收 但是前市府团队 却是把BRT先验收 再上路 于是造成所有的车子 几乎都是边跑边修 打开BRT快捷巴士的引擎盖 上路到现在八个月 不管公营或民营的32辆 都已经全部都维修过 平均每天有19辆报修 市议员称淑华痛批 新车上路就频频出毛病 一旦过了保固期 以现在的情况估算 等到保固期一过 恐怕32辆车都早已经全车坏光光 他进一步表示 前市府当年花了两亿四千万 采购了18辆的BRT 因为是中国郑州与通 和台中云从龙公司合作 上游公司是中国 台湾的公司只负责整车组装 后续的维修令人担心 他希望新市府检讨合约 研究退货换车 交通局表示将一合约内 找出最佳方案 交通局长要求BRT公司 引进或培训出专属的维修人员 不能受制于人 但两年的保固期过后 相关零件的进口和维修 都要再审慎考虑 避免造成市库财政的一大负担 记者杨阳锦账支援台中报导 然后再来看这有办法修吗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 但是来看到我们现场呢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冰天雪地 这场雪是为猪马而下的 猪马关系真的是降到了冰点 朱立伦今天是选择在新北市 跟受难家属一起对受难者哀悼致意 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 柯P累撒会场的影响 朱立伦强调会共同面对 过去这一段历史 另一方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表示政府必须要道歉 拿着花圈90度鞠躬 向228受害者致意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情沉重 难道是因为看到 此一日同窗泪洒纪念会场 有感而发 我想228事件也好 或者是白色恐怖的所有事件 对所有台湾造成的影响跟伤害 希望这虽然是历史 但是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说要爱好同学一起面对 这可让看柯P有默契的蔡英文 心里不是滋味 政府必须要对过去所造成的 胸海和促悠 对我们的修人家 加上 度限 保障 我想这个每一年 在举办这样的活动 都是代表政府的 最大的一个诚意 小英很踩国民党死穴 但朱立伦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第三场的天灯向来是双北合作 邀请台北市科市长跟台北市府团队 那现在也都安排好 用天灯拉拢当红柯P 营造和谐气息 那又不要借着天灯和马总统破冰 那当然所有愿意来参与的好朋友 都欢迎大家来 就是不愿意主动邀请马总统 毕竟上回天灯节才被放鸽子 被说相怨的朱立伦 这回说什么 也不想和马总统获悉你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这个节到底要怎么解 我们看到这个目前马朱的关系 真的就是宛如下雪了 越来越冰 主要当然就是因为 这个王金平的党籍案 双方现在除了隔空喊话之外 马英九呢 甚至是拒绝跟朱立伦同台 那么也包括我们看到了 这个他取消了年年都参加的 平息天灯节的活动 党内同志实在觉得没有办法谅解 马英九以前党主席的身份 干涉现任党主席的决策 那么还有蓝军立委说 马英九实在没有总统的高度 国民党中央党部 二二八凌晨被喷漆抗议 虽然已经被工作人员洗掉 但勿忘二二八历史元凶等字样 依然隐约可见 被喷漆洗扰 跟国民党正上演的茶壶风暴相比 真的算不了什么 为了不承接王金平撤销党籍诉讼案 马英九拒绝参加朱立伦主办的 平息天灯节活动 两人关系降到冰点 但前任党主席强力干涉现任党主席决策 想把马英九踢出国民党的声音 不进而走 其实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政党 永远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不同的意见表达都可以 但是彼此相互尊重 有人挺出 当然也有人挺马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在脸书公开表态说 如果最后是王金平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那么就是我和这个党说再见的时候 马英九虽然还有罗志强相挺 但党籍立委对马英九已经失去耐性 马英九光环退去 国民党进入朱立伦时代 去马化在蓝营内部的呼声 只会越来越高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民进党方面 现在也不见得是一片光明 2016的立委选战 总共列出了30个监困选区 不必党内初选可以直接征召 但是这让很多党内人士很紧张 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政治素人 都有意复制柯P参选模式 这势必会瓜分民进党的票源 最后让党内参加都不高 那么要谈礼让就更困难了 现在柯P也不表态要不要支持 都让民进党陷入整合的难度 要为来领导人给承诺228追思纪念会台上台下独派人士 矛头对准的正是蔡英文 蔡主席转型正义四个字立马给答案 毕竟稳定独派力量不只是2016当前关卡 更方便整合立委人选 因为党外不少人都想分杯羹 明明是独派活动却跑来 有意角逐立委的攀建制座台下 且短短不到50公尺会场外 还有前站友萧亚谈摆摊宣传 巧的是都要挑战民进党艰困选区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第三势力 我们是第一势力 我觉得不是后面有没有党的加持 而是你有没有人民的支持 两个同事柯家军有意复制柯P模式 参选北市第三选区立委 拼绿营里让 但是到目前为止柯文哲并没有说 他要支持谁 他要挺谁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那当然左民进党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你柯文哲要明确表态 那才好谈吗 同样角逐第三选区 梁文杰讲白了 柯P不表态 民进党骑虎难下 总共有30个艰困选区 倒是人怎么瞧 恐怕还得要蔡主席伤脑筋 接下来台北众号报道 再来看到柯P语录 从这个柯医师到柯市长 都让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现在也引起网路上 知名画家张浅明 他创造出一系列的 柯P经典语录的超Q的贴图 那么当然这也包括了 这个吃快一点 还有这个不要惹我生气等等 通通都有 那么以后我们可不可以 在LINE上贴柯P呢 还得再等一等 因为目前LINE规定 政治人物不可以上贴图 柯市长快人快 雨将画犀利 不但柯宇录 新闻上比比皆是 现在画家张浅明 还把柯P当范本画贴图 希望在LINE里和大家相减环 一笔一画抓住柯P神韵 关键就是柯文哲直言不会个性 贴图当中 不但有柯文哲各样语录 包括我没拿你钱 荣华富贵一坨屎 还有招牌抓头造型 就连吃牛肉面 吃快一点也都有 跟真实柯文哲颇为神似 我都吃完了 原来没吃完 工作太慢了 我标准吃完是6分30分 张浅明已经把贴图 送给LINE总公司审核 但会不会通过 他也没把握 他们有所谓的 排政治的条款 我觉得政治人物不让他 可能会不让他过 可是他们又不敢很坚决讲 因为我跟他说 柯P柯文哲 这个是政治人物 柯P是一个代号而已 毕竟LINE有规定 政治人物不能变贴图 柯文哲如果成功登陆 将成为LINE 有史以来第一位政治人物贴图 接下来台北众号报导 好 这里是超经典的卡通七龙珠 带你来看看现在出现的 13分钟的真人版七龙珠呢 里面的声光效果跟打斗场景 完全不输给好莱坞的电影 这第一集才刚PO上网 已经获得400万人次的点阅 赶快来看吧 橘色功夫符背上写上一个大大的贩字 精彩武打动作 这不是经典日本动画七龙珠吗 现在居然出现真人版影片 声光效果十分绚丽 既像电玩画面又像电影场景 特效一点都不输给好莱坞 而演出影片的全都是夕阳面孔 看了十分新奇 经典龟派气功 误犯对上人造人打斗场景 和原版卡通比一比 角色间模仿的微妙微笑 国外团队制作这部 七龙珠Z希望之光 日前在YouTube放上第一集 共十三分钟的影片 短短五天就吸引了超过四百万人点阅 让许多网友引颈期待 我就用信邮家轩编译 鸡排妹遇到对手了吗 鸡排妹郑家纯 当时是因为靠着暴乳 教大家炸鸡排而爆红 但是最近有网友到花莲 买鸡排的时候发现 这位女店员长相非常清秀 气质清新 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热烈讨论 大家还把她拿来跟郑家纯 超级逼一笔脑 开始我想说 IG什么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四十几个人追踪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戴点淡妆还戴了牙套 笑起来勉腆可爱 她这是被网友封为 清新版的花莲鸡排妹 白皙皮肤大大眼睛 就读大学四年级的 她寒假待在家里的鸡排店帮忙 没想到有网友偷偷拍下照片 偷上网意外爆红 爸妈更是骄傲到不行 谈言有女儿在 声音真的好很多 网友们更是赞叹 还记得三年前鸡排妹 郑家纯就是靠爆乳炸鸡排影片 从此爆红 被封为鸡排妹 如今花莲鸡排妹 也被网友漏搜出来 纷纷把她跟鸡排妹 郑家纯比一比 网友认为花莲鸡排妹 多了点小星星 被说漂亮 态度谦虚 没想过要进免疫圈的她 小说先把学业顾好 一切再说了 接着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猜刚刚过完年 连假议还没有结束 没想到嘉一 就发生了人伦悲剧 这是台中市的一位 林小姐带着八岁的女儿 跟三岁的儿子 昨天傍晚 投诉在嘉一的一间Mateau 那么今天中午 到了退房时间 人没有现身 旅晚人员到现场查看时 才赫然发现 三个人疑似轻生 两个孩子在警销到达之前 已经死亡了 妈妈现在还在急救当中 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到医院 因为躺在单架上的女子 一动也不动 已经奄奄一席 那她是烧炭吗 还是吃药 目前目前是吃药 吃药 对 所以我喜欢 目前还在急救中 我们是还没有脱离险境 出事的地点在嘉一 民雄乡的汽车旅馆 32岁的灵性女子 带着8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 27号傍晚开车来到这里投诉 过了周五还没退房 旅馆人员进门查看 发现三人躺在床上 疑似轻生 吓得立刻报警 十分钟内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但一双儿女已经明显死亡 女子目前昏迷指数3 情况并不乐观 而警方在旅馆房内找到四封遗书 还有空药袋及烈酒瓶 可见女子早有准备 大概的内容 就是警察好好的生活 然后职业好好的做 现场留有酒类的空瓶子 因为有吼吐屋吗 是的 现场还有发生在垃圾桶旁边 有这个吼吐屋 警方查出灵溪女子住在台中 齐齐豪宅区 一坪要价60万 管理员说他们看起来 就像正常家庭没什么异样 但到底是经济因素 还是感情纠葛 让女子狠心带着两个小孩 一同走上绝路 原因都还要再调查 目前警方已通知 女子的丈夫到嘉义协助处理 记者张俊龙 李鸿基嘉义台中 财同报导 好 目前在假期 但是来看到这些住户 是过得心惊胆跳的 这是在高雄延城区的 一栋新建筑物 因为地基松软造成倾斜 于是屋主就灌泥浆来补墙 没想到因此造成附近 五户民宅路线出现 很可怕的景象 墙壁军裂 钢筋也外露了 这些住户很担心 房子是不是随时会倒啊 滑土机把碎薄油块 一产产送到车子里 但仔细看 旁边的道路隆起 电线杆也是倾斜 一旁民宅更是夸张 地板破损不说 就连梁柱都裂开 而主因竟然就是这一栋建物 灌将造成 受害的住户表示 高雄沿城这一栋楼高六层的 行建物因为地基松软出现倾斜 一月初的时候进行灌将工程 但没想到路面却因此出现 一块高三十公分 长约十米的突出物 连带让旁边的五栋房子 出现墙壁龟裂 甚至是钢筋外露和地层下陷的情况 一旦遇到路面震动或是地震 还得担心房屋是否会因此倒塌 对于建物进行灌将工程 建商也是有话要说 他认为灌将补墙 只是会让地基更加坚固 而不会造成地质掏空甚至下陷 就会比较好 不会比较差 因为我灌下去的头都比较低 到泥江都挤走了 然后所有路才要往上面扶 屋主再三强调 灌将绝对不会对地基造成影响 而他们也已经找人修捕路面 下个月也将和受害的住户召开协调会 但看看受害房屋损坏的程度 附近的居民现在只希望 能够对房子赶快进行修缮 别让他们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 记得南部总的报道 不到24小时决策改了三遍 您能够接受吗 这是台中市为了担心这个天灯的时候 灯会会爆出拥挤人潮 造成新锁桥摇化有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这个决策一改再改 但是这个新锁桥又是连接前后站 一个最短的距离 一封又会惹民怨 结果前天晚上决定要封 隔天上午又觉得 可以开放20个人通行 到了中午还是决定封了连改三次 那么在封桥的同时 还有游客在桥上呢 大家麻烦 建设局人员紧急办来铁罩栏 要封闭新锁桥 但因为上午才又宣布 改桥上限量20人通行 工人绑完铁丝 赫然发现前方又走过来多名游客 只好再打开罩栏 不能走啊 有人可以啊 怕有人困在新锁桥上 工人再清场一变 果然还有漏网之余 新锁桥位在风源火车站内 是连接前后站最短距离 因为很多情侣榜上锁头 象征锁住爱情 但灯会期间人潮爆大量 新锁桥走起来会摇摇晃晃 建设局前一晚立刻决定要封闭 不料当地民众通行得绕道 抱怨不该封桥 建设局一早会刊改为 限20人同时通行 不料中午12点半又改成封闭 桥栏安全上面状况是无语的 但是仍然考量到 许多游客上在行走上 可能会有所谓我们讲的 就是安全性 以及这个摇晃的问题存在 那再加上管制的问题 那这边市府建设局这边 可能在考量 众多考量之下 就是想来做这个天桥的风桥 新锁桥因应铁路高架化 拆除一半桥梁 拆除了一半 目前踩钢购变道通行 变道左右摇晃 有向地震的感觉 警方建议以安全为考量 封闭通行 不料市府决策一波三折 不到24小时赶来三次 让不少民众无所思从 记者林宏吉张哲元 台中博斗 柯P有这么可怕吗 学运领袖林飞凡 替代异训练要告一段落了 准备要分发到政府单位 那么林飞凡一向是敢说敢做 敢直接冲立法院行政院 但是他却说他不敢到 台北市府来服役 因为柯P很严厉 太恐怖了 对我会不怕 对我会民主 率众冲进立法院 面对警察警棍 好不害怕 甚至多次跟马英九等党政高层 发生冲突 现在他替代异训练即将结束 这位学运领袖 却坦言 又有个人 让他心惊惊 柯文哲上任以后 多次直言批评 部署表现 加上赖24小时紧迫丁人 难怪连林飞凡都会害怕 不过他很可能会到台南市府服务 定投上司 将会是另一位政治明星 市长赖清德 赖神吗 对不对 对 可是台南市 因为我们社会 大概是分两种单位 一种是县市政府的社会局处 那另外一种是 可能社会福利机构 大概就是这两种机构为主 那他分配的方式还是要看 就是下礼拜我们才会知道 林飞凡这位政治新星 未来很可能会走入政坛 不论是跟着赖清德或是柯文哲 虽然只是基层服务的替代 但相信他的光环 一定还会被许多人注意到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人 这个因为游乐园业者 祭出了好康大优惠 只要您生肖鼠羊 或者是名字里面有羊的音 或者是17岁以下的同学 都可以228超低价买到票 一大早就大排场了 游乐园吉祥物跳着迎宾舞 营业时间还没到 售票口排了长串人龙 民众趁着228年假来到这里 全是冲着业者寄出的好康 为了吸引游客 高雄这一家乐园业者大打折扣 三月底前只要生肖属羊 或是名字当中有羊的发音 以及17岁以下的游客 都能够以228元的价格 购买到原价要899元的门票 也让民众直呼省好多 省大概2000多吧 228年假高雄各景点挤满了人 原本活动只到过年的动态小火车 获得热烈回响 主办单位延后到4月6号结束 连假第二天一早 小火车还没营业 民众早就等着排队买票 因为实在太夯 预售票早就卖光光 只剩下冷门时段 也让民众好失望 我们是到现场才知道 只剩电车加班的 我们7点多就出门了 就是想说避开那个塞车槽 然后来到就是还是很多人 为了疏散搭车人潮 主办单位只好加开电气小火车 连续三天的假期 趁着好天气 民众吸加代券外出 不止挤爆各个景点 也让业者趁机大赚 连加财 记得去取山代郡西SH小组 高雄报道 好 不想跟别人挤人 大塞车来看看高雄的新玩法 有人包游艇出海 三万块就可以约三五号友上船 这边可以海钓 可以享受美食 还有游乐设施呢 骑身水上摩托车 享受奔驰在海面上的快感 不过这里可不是墾丁 看仔细了是高雄港 而且还能够搭游艇在海上钓鱼 游艇驶离岸边 鱼立刻上钩 搭游艇钓鱼真是惬意 活跳跳的鱼也有厨师接手料理 连续假日不用塞车人挤人 上游艇有一望无际的海洋 船上还有精美点心和香槟 来高雄最新最夯的玩法 就是搭游艇 北到台南安平 南到小琉球 一日畅游乐趣多 小琉球是我们目前 其实最推荐的部分 是因为你去那边 你其实可以看到绿西龟 那我们还有这些专业的潜水教练 去带着美食潜水 辅导业者 我们成立游艇 那个租赁公司 成立游艇俱乐部 那有兴趣的民众 只要加入游艇俱乐部的话 他不需要买游艇 海洋局结合游艇业者 开发海上生活圈 但门槛可不低 得缴60万元的会费 成为俱乐部的会员 一小时4000至3万元 就能包船出海 用力小艇的部分 有帆船的部分 有独木舟的部分 或者是钓鱼的课程 这些是比较动态的 那不适合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些跟海上料理相关的 这些教室的部分 不但有美食还能海钓 再挑战水上游乐设施 连续假日往海边来探索 当个海上旅人也不错 记者与中人高速报道 来看看这是经典好声音 唱红歌曲哭纱的资深歌手黄音音 在愧违十年之后 终于点头 要举办个人演唱会了 一万张门票几乎卖光光了 在年轻的迷惘中 我最后才看清楚 美丽和悲伤的故事 原来都留不住 在2011年底 为一国音乐人陈志远献唱 这是黄音音最近一次的公开演出 就是因为不轻易登台 这位哭纱歌后 开演唱会消息一出 等了十年的歌迷热情抢票 也传出海外粉丝 打算组团来朝圣 让黄音音决定 今年五月中旬最佳唱 演唱深爱四十多年 拥有许多经典歌曲 黄音终于点头 站上台北小巨蛋 为了完成招风遗愿 同时满足望眼欲传的歌迷 他积极练唱 投入最佳状态 毕竟等了十年 这一唱恐怕空前也是绝后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是228纪念日 那么柯P也是第一次 以市长的身份 带着爸妈跟太太 出席了228中书纪念仪式 一家人先参访228纪念馆 柯爸爸光是看到广外的 悼念墙就忍不住落泪 那么柯P在致辞的时候 也落下了男儿泪 父子俩看着墙上科士员 三个字眼泪双双溃提 空者写下爱与和平 追思祖父 第一次带着爸妈一起 踏进伤痛 在228这一天 228纪念馆旁 把情绪以致宣线 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不愿意跟我 三元代表市长的初期 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 他说 我在28失去的父亲 我不要以后再失去的儿子 梁三度哽咽到无法说话 柯文哲知道父亲的内心比他还痛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很做一个 很公正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老师 但是他为了228失变 53岁就过失了 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我的父亲 为了这个河边 往后就慢慢淡化了 慢慢的淡化 当伤口再次被碰触 一家人陷入痛苦记忆 却也希望今天之后 这伤痛能放下 能让这伤痕留在历史当中 记得高配腾无疑说 在三军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那马克的互动又是如何呢 两个人在元旦升旗过后 今天是再一次再次同台了 但是柯P似乎还是不愿意 跟马总统有太多的接触 虽然说马总统两次主动 想跟柯P握手 但是柯P都通通很巧妙地闪过了 那么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后来柯妈妈是出面 帮儿子解释 她说其实当时呢 柯P他握的这个卫生纸上 都是鼻涕啦 跟总统握手实在很不礼貌吧 睽違两个月 马总统柯文哲再碰头 而地点就在228级年会 再重逢 依旧让外界惊喜连连 马总统一进场 原谋外界预期 不寒暄也会来个点头 心照不宣 但就怕是位置安排太遥远 两人眼神完全没交汇 更别提有互动 诶 剧情总得花时间酝酿 接下来请228受难者 和江峰第二回才是高潮 就在柯文哲自时结束走下台 这回距离不再是借口 直接马总统站起来 伸出手展现诚意 但柯文哲确实直接回回手 免了 免了 蓝友琴媚无意 总统只得尴尬 无力做回味 今天在座的柯市长 本身也是228的家属 柯市长三个字 首见总统228纪念会先元 先前不握手 总统不计较 台上温情喊话 这下诚意总该感动天 离去前 过个手 say goodbye 不过分吧 起之马脚还没接近 柯文哲已经做好准备 阿弥陀佛 免了 免了 柯马相会过招共三回 一幕幕镜头真实呈现 也再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毕竟先前元难这一幕 死亡之沃对上回春之手 传说太经典 这回两掌相会 有机会 一浪二八纪念会 从过往焦点再抗议 这回全聚焦再守备 既然编言继语 卡比报道 希望您好把握今天的阳光 因为入夜之后 北部开始要转为湿冷的天气 明天冷气团来报道 气温又要溜滑梯 很可能会影响到 元宵节的天气 详细的天气情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永莹 永莹晚安 大家晚安 那么今天也是 二八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有没有带着全家大小 一起出去走一走 天气还不错 如果想说明天再出去的话 sorry北台湾要变天 要变得比较湿凉 甚至是湿冷的feel 天气重点带大家来看到了 其实今天晚上 封面就在逐渐在靠近台湾 所以北台湾地区 北北极还有宜兰都陆陆续续在飘雨 再来看到在封面接近的过程当中 天气就会变得比较的不稳定一些 明天清晨 封面一通过 冷气团接力来了 所以有没有看到 这温度就反映上面了 有没有看到 这高温部分 北部地区只有17到18度 至于入夜空旷地区 甚至只有11度又要开始冷了 中南部地区还是有23到24度 稍微会受到那么一点影响 再次看到星期一的时候 入夜还有包括清晨这两个时间点是最冷的 北台湾大概只有12到14度 要到了白天过后温度 才会慢慢的回升 下周又有一个新的系统要来影响台湾 所以未来一个星期 其实天气特别是北台湾都不太稳定 天气叮铃要提醒大家一些什么呢 就是到了星期天 封面和这冷气团双重影响两个系统来报道 明天晚上入夜到后天清晨是最冷的 另外就是西台湾还有外岛地区 未来一个星期都容易出现起雾现象 特别留意航班异动讯息了 再来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为什么这几天被台湾的雨说下就下 真的是很出其不意 所以真的如果不想被凌晨落趟 即最好出门还是带雨伞了 主要是因为这低空云系带下来的一些水气影响 所以北台湾天气才会不稳定 所谓就是春天后母脸天气说变就变 大家也要多加留意 明天开始北台湾高温只有18度 南台湾23到25度 所以这连续假期南来北往要特别注意温差了 明天天气带大家来看到 明天北台湾天气要变得不稳定了 眼睛一睁开又要开始下雨 而且要变得比较的冷了 高温只有17度 中部地区同样也有可能飘下一些雨 特别是台中地区会受到影响 高温来到25度 南部地区影响比较不大 还是有机会看得到太阳露脸 而且会觉得蛮闷热的 屏东来到29度 特别要提醒宜兰地区的民众 将以至礼拜五十 明天早上会飘一些雨 高温来到24度 外岛未来一个星期 都要特别注意的是浓屋的现象了 如果明天开始 也是28年假的最后一天 往北走比较的湿冷 往南走呢 天气还算蛮稳定的 南来北往要特别注意温差 以上也是这节天气 时间交换给主播 谢谢永莹哦 有那么提醒大家明天 记得多穿点 带雨具再出门咯 感谢你这期的收看 拜拜咯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